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没见过 你摸够了没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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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套难 你这花玩得不错呀 还行吧 在哪儿学的呀 自学的 你单晚练了几年了 三年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学厂当教练 工资高吧 教练都是按课时提成 基本工资都不高 不过你要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跟你签正式合同 怎么样 有兴趣 有兴趣 那待会儿换完衣服 到前方那个大楼找我 来三菱啊 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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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先生 什么事儿 麻烦帮我催下我的菜 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 人多 您先生 这也叫人多 对啊 平常也就仅仅的一半 这菜您先吃着 剩下的一会儿到 你这句话十分钟之前 跟我说过一模一样的 实在不好意思啊 您先吃着吧 诶 蓝蓝 是我 我已经到青山学厂了 麻烦你有空就过来吧 如果签正式合同 你就不光是教练 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内 需要在其他岗位帮忙 可以吗 没问题 想好了 别人休息的时候 你得工作 赚钱多快乐 看着账户里的钱 一点点变得多 就是我的梦想 那行 要是没有问题 就把合同签了 嗯 好 喂 什么 滑雪行业这么惺惨的时候 都能被他们经营成这个样子 可见管理师有多混合 不惦恨 与其留着也是个累赘 不如尽早出手吧 不如尽早出手吧 那这样吧 签了合同之后 我让公司来做详细的评估 行 价格方便你帮我谈吧 嗯 只要有人愿意收 便宜点无所谓 那学厂员工怎么安排啊 人家愿意接收就接收 不愿意也没办法 好好一个学厂 被经营成这个样子 留着也没什么样 不可以 青山雪场是大家的心血 怎么能说得 跟甩败地摊货一样 您是哪位啊 雪场经理孙远博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这就是你口中 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吧 把雪场经营成这个样子 有人愿意收就不错了 哪来着自己和人谈条件 没错 你是经营 但是这个雪场是我的 我有权处置雪场的一切 在长期缺少资金的情况下 能有目前的状况 已经很不易了 更何况 这个月的工资 公司一直拖欠员工没有发放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一个人离开 大家克尽职守 你现在要把公司卖掉 不打算给大家一个交代吗 拖欠的工资我会尽快发放 但我是老板 我做的决定 没有人能够直说话讲 手套男 居然是我老板 希望你考虑一下员工的感受 孙经理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 麻烦你不要带着人在工作期间 这么溜达来溜达去的好不好 注意一下你的情绪跟态度 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 孙经理 怎么了 愁眉不展的 刚才那些都是什么人啊 评估公司的 老板准备把学厂卖了 卖了 那 那我们怎么办啊 还能留下忙 现在还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这个沈总是怎么想的 工作期间干这种事 闹得大家人心惶惶的 会不会是想等到雪季之后再出售啊 我觉得沈总不像是那种 不顾员工死活的人 你确定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他 他就是看起来挺狠的 其实人挺好的 我之前比赛把手套摔掉了 他看我手受伤 还把自己的高级手套给我了 哦 对了 我手套还没还给他呢 要不要我借着还手套 帮大家打探一下 估计你也是白费力气 沈总 我是新来的教练 我叫米丽 有事吗 我是来还你手套的 手套 这个手套我不要了 你要是喜欢的话 自己留着吧 不行 我问过了 这手套可贵了 我不能要 别人用我的东西 我不会再用 要是不喜欢 扔掉就好 扔掉 这么好的手套太可惜了 我 我送去外面清洗过了 放心 很干净的 我说过的话不想重复第二遍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沈总 我听说 咱们学厂要出售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说的 听谁说的 不重要 我是觉得 您现在出售学厂 不免让员工担心 以后的生计问题 大家提心吊胆的 也不利于工作 那我们学厂 米教练 你是青山学厂教练 顾好你自己教练的工作就好 我是想以员工的态度 跟您讨论一下 我是学厂老板 学厂如何处置我说了算 轮不到我的员工 挨个儿到我面前指手划脚 是精神分裂还是脑子被门挤了 是精神分裂还是脑子被门挤了 什么情况 有钱了不起啊 扔住什么 好贵 扔得太可惜了 你主人不珍惜你 我珍惜你 一定帮你卖个好家庭 我真的听到你 他也认为了 我珍惜呢 我珍惜你 帮你 我珍惜你 你 我珍惜你 你 你 我珍惜你